鬼吹灯之昆仑神宫中提到 西藏阿里地区曾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 骨骼王朝 这个王朝并非作者杜撰 在真实历史里 它确实存在 而且一直存续到明末清初 但令人费解的是 四百多年前 它突然在一夜之间灭亡 而整个王朝近十万人 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们为什么在历史上突然消失 传说中 双眼犹如活人般的骨骼银眼像 又是怎么回事 直到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 国家考古队 对此地展开了一系列重要发掘 才真正揭开了骨骼 这个迷之王朝的部分真相 第一 一个二十世纪之前 都无人知晓的未知之地 谷歌王朝遗迹发现得非常晚 在整个二十世纪之前 没有人知道 在藏北雪域高原上 还隐藏着一个神秘王朝的遗迹 直到一九一二年 英国人麦克霍斯 从印度项泉河沿河沿河而上考察 在阿里地区第一次看到了他 上世纪三十年代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奇教授 根据藏族同胞的指点 才又一次在群山深处找到了他 1981年 西藏文管会和新疆文管会 首次组成联合考察队 对谷歌遗址进行初步调查 并发布简报 引起了国家考古部门的注意 四年后的1985年 由国家文物局牵头 组织了一支考古队 深入遗址所在地全面考察 之后又对此处展开了 长达十余年的考古发掘 才真正揭开笼罩在 古阁王朝身上的神秘面纱 第二 古阁王朝消失之谜 国王的婚礼 唐朝末期 吐蕃王朝因内乱分邦里希 一部分吐蕃宗室子弟 逃亡到西藏阿里地区 并在此处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 古阁王朝 古阁王朝从公元九世纪建立到面皇 存世约七百余年 共立十六王 十七世纪初期 古阁王朝最后一任国王 扎西查巴德登上王位 当时古阁王朝依然十分强盛 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灭亡的迹象 新级位的扎西查巴德王 即使在今天看来 也称得上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 扎西查巴德的王妃不幸染上重病 她悲痛欲绝便召人来治疗 以当时藏地的医疗技术 治疗结果自然显而易见 王妃倒是没被乌医们治死 但是被治疯了 一国之妃疯疯癫癫 当然不行 大臣们就给国王出主意 再娶一个 国王倒也同意 大臣们很热心地给她介绍了 另一个高原王朝 拉达克国王的妹妹 当时藏地贵族之间联姻也是尝试 这事儿就这么愉快地定下了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 国家迎亲队则出发去接 拉达克公主回来成亲 迎亲队顺利接到公主 拉达克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可迎亲队刚刚走到龟城半途 就收到扎西查巴德的命令 立刻将拉达克公主送回去 她不要了 这个命令相当有个性 算是毫无保留地 打了拉达克王和她妹妹的脸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扎西查巴德为何要做出这番取动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么做的后果倒是一目了然 公主送回去了 拉达克的军队来了 依此时为标志 骨骼和拉达克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骨骼在这场悔欢战争中受到重创 无力极赚之下 在战争的同时 骨骼王朝内部也不亲近 其因是扎西查巴德 准备在藏传佛教的核心地盘里 改信上帝 第三 骨骼王朝消失之谜 匪夷所思的宗教替代计划 到扎西查巴德掌权的时期 骨骼王朝早已被藏传佛教 格鲁派一统天下 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形成了深厚的宗教信仰基础 和历史上大多数宗教国家类似 骨骼王朝同样存在神权和王权的冲突 扎西查巴德一直想解决神权过大的问题 做一个不受宗教制约的世俗君王 但苦于没有办法 这时候一个西方传教士的到来 让他大喜过望 1624年 一个叫做安东尼奥安多德的西方传教士 越过西藏高原 从印度到达骨骼王都 扎布让 扎西查巴德对安多德的到来 刑犯不已 他意识到 这是一个解决宗教问题的绝佳机会 能对抗宗教的 只有另一种宗教 在深思熟虑后 扎西查巴德准备在骨骼 实施一套事无前例的方案 宗教替代计划 用天主教来代替骨骼原本的藏传佛教 从而削弱 甚至消除神权在骨骼的影响力 扎西查巴德的脑洞的确很大 这么匪夷所思的办法 也亏他能想得出来 但遗憾的是 他的宗教替代计划遭到惨败 即使到骨骼王常灭亡时 改信上帝的骨骼人 也只有不到一百人 而这些人几乎全是 扎西查巴德的亲信 扎西查巴德失败的原因很简单 藏地的佛教徒们 除了有延续数百年的虔诚信仰 手上还有能砍人的军队 国王匪夷所思的计划 首先遭到以国王弟弟为首 保守派的反对 僧侣贵族们利益受到侵害 迅速团结在王帝周围 以对抗扎西查巴德的宗教替代命令 扎西查巴德对此违抗亡命的行为 自然深恶痛绝 坚决镇压 1627年 他指挥忠于自己的军队 冲进王帝的住处 将其中的财物搜刮一空 并取消王帝的贵族权利 接着 他又派兵包围藏传佛教 格鲁派的寺院 强行命令僧侣们 脱下僧袍 还俗取妻 对于较高地位的僧人 则予以逮捕并囚禁 扎西查巴德的这一系列举动 最终结果就是骨骼贵族和僧侣阶层的彻底背叛 宗教替代计划开始三年后 扎西查巴德患了一场重病 趁此机会 王帝联合贵族和僧侣们 迅速联系骨骼王朝宿敌 拉达克王朝 引兵直屈骨骼腹地 将王都扎布让重重围困 第四 骨骼王朝消失之谜 要塞的陷落 扎布让是一座建在高山顶上的巨型坚固石堡 骨骼人将山体掏空 中间以石洞相连 而上山的主要道路只有一条 堪称天险 一手南宫 1985年的考古发掘 共计找到窑洞879个 碉堡58座 岸道4条 武器库1座 粮仓11座 就这样一处地方 以当时的战争水平 根本就攻不下来 但令考古学家疑惑的是 如此坚固的要塞 为何能被拉达克的军队所攻克 根据文献记载 扎布让在被围困多日后 王帝与僧侣贵族进入王宫劝降 扎西查巴德在考虑一番后同意投降 王帝又要求 哥哥到山下敌军军营 举行授降仪式 扎西查巴德也同意了 然后他和儿子一同走入敌营 结局很明显啦 这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扎布让就此被攻陷 这番记录可靠性很高 因为如果不是打开城门投降 以当时藏地军队打仗的手艺 恐怕再打十年 也攻不下这个天险 资料显示 整个王都被围困的时间也不长 大概也就几个月时间 城中粮食并未耗尽 扎西查巴德为何要投降 而且同意进入敌营 实施一个未解之谜 这个谜团在作者军当初看到相关考古报告时 就萦绕在脑海中 直到前几年偶然去了一次骨骼遗址 才算明白了 当初扎西查巴德投降的可能原因 扎布让的地理位置和防御设施堪称完美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缺乏水源 整个城中用水 基本上只能从山脚下的象熊河取用 一旦被敌军切断供水渠道 最终结果只能是不战而降 这也是扎布让这类实质大型堡垒的通病 扎西查巴德莫名其妙地投降之举 很可能正是被敌军断了水源 经此一役 存世七百余年的古阁王朝就此灭亡 从此消失在青藏高原的茫茫群山之中 而其鼎盛时期的十万国人也不知所踪 目前考古学界对此问题暂时还没形成确切解释 有人推测这批人小部分被处死 大部分人逃出后散入藏地各组之中 也有说法是骨骼生态环境恶化 导致它的最终消亡 考古学家对骨骼遗址发掘时 在王都北面约六百多米处发现一个奇特的洞穴 这个洞穴在一处断崖上 岩壁陡峭 洞口宽仅0.8米 高只有1.2米 人必须要半蹲着才能进去 当初考古人员刚一进洞 就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洞内腐臭冲天 层层叠叠地堆放着三十余举干尸 所有尸骸都包裹着藏式毛织布长袍 全身被捆成一团 呈趋之状放入洞中 考古人员对这些尸体检测后 结果显示男女老少都有 其中甚至还有年轻姑娘和孩子 之前认为是战败被处决士兵的看法 就此推翻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是 扎西查克巴本人或者某个大贵族的家眷 但令考古学家不解的是 这些尸骸全都没有头颅 洞内也找不到头骨 但却发现了不少发便和绑扎着的发术 这说明尸骸原本是有头的 只是后来这些头颅却不翼而飞 这究竟是当时藏地的某种神秘习俗 或者奇特宗教象征 目前尚没有定论 各位有什么看法 倒是可以讲一讲或许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哦 以上情况是当初考古发掘 刚发现时的情景还原 现在藏尸洞已被开发为旅游景区 游人如知 但洞中那股味道依旧经久不散 而且特别具有记忆性 各位好奇想要去看看的 一定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再谈谈骨骼银眼这种神奇物事 自悟在《鬼吹灯》一书中 可谓大名鼎鼎 鬼名异常 骨骼王朝在历史上盛产黄金 他们有一种特质的金书 用金枝银叶书写 这种金书写在一种特殊的 呈青蓝色的纸面上 一排用金枝 一排用银枝 由此可见骨骼王朝金银产量之巨 而传说中骨骼王朝有一种秘智佛像 称为骨骼银眼 全身用金 银铜铸铸酒 其双眼尤其特殊 望之犹如活人 民间流传佛像 甚至可与人对视 只是这档奇物一直是传闻 从未有人见过史物 加上流传的信息过于离奇 考古学家一直以为 就是个民间传说而已 1997年 考古学家对皮央遗址大殿发掘时 出土了一件造型极为精美的铜像 经学者们辨认 终于确认 这就是传说中的质保 骨骼银眼 此处作者君载多描述也是妄然 直接上图 让大家感受一下 他活人般的眼睛 在考古史上 经常有传说变成时事的情况发生 最典型的例子 莫过于传说中的 张献忠江口陈吟被发现 而骨骼银眼食物的出土 也表明历史上的某些传说 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骨骼王朝身上隐藏的秘密 着实不少 虽然考古发掘揭开了部分真相 但某些问题依然还未找到答案 譬如藏尸洞 譬如十万骨骼人 最终去了哪里 这些秘密的沾象 已随骨骼王朝的覆灭 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或者只有随着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才能真正彻底解开骨骼之谜 微微喜马拉雅 神秘莫测的雪域高原 它的历史是如此迷人 千年的时光流逝 不知留下了多少藏地密码 唯有那亘古不变的刚人波旗 永远注立在那里 静静凝视着青藏高原的风云变幻和沧海桑田 这就是藏地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